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插门 你让一个不喜欢的人 整天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 我告诉你 都同意 你看看 我这个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这身边呢 的确需要一个人长期地来照顾 小会儿有这个女孩 很多体力活儿呀 她干不了 你说咱们需要不需要个男孩呀 再说 小会儿安心了 你让她到公司去上班也好 让她接管公司也罢了 她还能说什么 她还不得乖乖地 听命于你呀 还有 要是说那个田冲啊 不愿意上咱们家来倒茶门 那将来我们可以跟女儿有话好说了 我们不是反对她 而是田冲不愿意上咱们家来倒茶门 到了那个时候 她就不会埋怨我们了 一个穷小子 那她生命好啊 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了 如果这事成了的话 他感恩戴德的 就该是你 好 那倒不一定 这田冲啊 是个要强的人 他的自尊心 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 那就借颇下驴 搅黄了他 妈 妈 行啊 你总算行了 你把我和你妈吓坏了 花儿啊 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傻事呢 有什么想不开的 天大的事 你应该跟我和你妈说呀 你和天冲的事啊 我和你妈同意了 你去告诉她 让她搬到我们家里来住 然后啊 咱们一家人 和和美美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好 别难过了 妈 别哭了 别哭了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我希望 这是你人生新的开始 谢谢妈 谢谢 谢谢 妈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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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慧 进来吧 大宽 田冲还没回来呢 没有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他还会不会回来了 你有他老家的具体地址吗 没有 没有 那他要是有消息的话 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谢谢你啊 大宽 他要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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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K 怎么又回来了 来了 田冲 你回来了 你回来怎么不打个电话 我去接你啊 坐车挺方便的 咱妈身体怎么样 没好历子就跟我拧 公司注册了 注册了 成功了 执照都下来了 下来了 就等着你一回来 咱就可以开工了 那就好好干几个月吧 多挣点钱 我现在一心想的就是 早点把我妈接过来 妈 你不是想让我去公司上班吗 我去 中慧终于去公司上班了是不是 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 你知道什么呀 知道什么 司马昭之心 这不是明摆着吗 等这小丫头的小翅膀一硬了 那公司就顺顺当当地交给她了是吧 这有什么法子呢 谁叫咱家的把柄 让那成功红个转着呢 你别一天到晚的把柄 把柄地挂在嘴上好不好 不就是那次你喝醉了酒 不小心把大哥给撞成那样了 再说了 是亲兄弟谁愿意这样做呀 话虽然怎么说 可这事毕竟是因为我所为 那咱们家也不能永远是他们家的罪人吧 当初要不是咱们家投钱 办的这个公司 这公司能有今天这种规模吗 凭什么呀 凭什么让中慧去 就不让咱们家中义去呀 不是 中义去公司 它是这块材料吗 怎么不是啊 怎么不是啊 这块材料啊 我今儿不给你炒 你呀 问问儿子本人吧 儿子 你什么意思 妈 不带这么计较的 我可不给你们当炮灰 我不吃了 我出去玩了 就知道玩玩玩玩玩 你玩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一天到晚一点正事都不干 干吗呀 不让我出去玩也行 那你别为我结婚的事着急 你 去去去去 那我去了 中慧 今天看了这么多文件 有什么收获吗 陈总让我过来看看你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问我 陈总现在很着急 公司有很多业务 等着你去熟悉呢 那行 继续看文件吧 中慧 陈总其实对你的期望很高的 从小到大 他不是一直这样对我的 希望能尽快进入状态 我状态挺好的 好 没有啊 又那不知道 啊 别着急啊 好的 那行 做这么着 拜拜 都拿过来了 够快呢 陈总 你这回来了 你就没给中慧打个电话 不是你不让我就打他吗 哎 你可怨我了你 现在 这么长时间也没找我 我心里边也凉了 心里就没我 我看他心里也没你 但是我告诉你 我觉得你这呀 心里头放不下他 对不对 你大老爷们 你看你现在这状态 因为个女人治愈的嘛 你学学我 身经百战 越战越勇 你说咱哥们在一块 咱得把这个生意给弄起来 把钱赚够了 你还怕没女的找你吗 你说说 你看这 防水的 太酷了 这车可是我的梦想啊 太喜欢这车了 你太好了 有个这么有钱 又爱你的老妈 让你太上这么个爱你的老妈 你能开车扎海里去 那我也愿意啊 这总比骑自行车 扎海里强吧 我说忠惠 咱们竟然出都出来了 开心点行吗 是谁没失恋过是怎么的 就你现在这条件往外面一站 这追你的男的还不一大把一大把的呀 你给我开心点 我看你还是没有放下 你还是没有放下 你说时间能放这一切 我看看多长时间能放 我看看多长时间能放下 该出唷就出唷 闪手 该出唷就出唷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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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玩儿抠眼睛 有病吗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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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来 你给我叫一朵 天聋 我告诉你 咱俩掰了 掰了 掰什么 撐看我 你别碰我 别碰我 你洒手 你三手 三手 我真是瞎了眼了 我爱上你这么个窝囊费 我一天到晚惦记着你 你在酒吧喝酒 你在酒吧里嗨啊 我没有 我没有嗨啊 我瞎了吗 是因为 是因为你不理我 然后大宽他说 好 我带你出去喝点酒散散心 我就不难受了 我没有嗨啊 我跟你打电话 你得用信号啊 我 我回老家了呀 我没有你老家电话呀 我怎么理你 你没有我老家电话 你可以给大宽打电话 你问呐 当然找大宽要过你电话了 你一个电话都没给大宽打过 大宽 你当他面说清楚 我有没有过你要过他老家电话 我有没有 大宽 你就跟他实话实说 他一个电话都没有给你打过 大宽 跟我说的 老去工作室找过他找过他 你什么时候去过 你一次都没去我们公司 你了 大宽 大宽 你这种的办法是你说的 我什么时候 你没给大宽打个电话 小宽 你说我 钟慧 别吵了 我没有告诉他你找过他 我也没有告诉过他你找过他 你们俩互相找过我知道 我没告诉你们 为什么呀 我这是为你们好啊 就你们这关系 将来会越来越复杂的 大宽啊 我们俩将来怎么样 我们俩麻不麻烦 跟你没关系啊 行了 都别吵了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有你 田冲 你想想自己都干了什么事 我告诉你 钟慧为你死 你真不值 我不管了 你 走啊 你说你小丫头 行哪 有了下的啊 伸手不凡啊 总那么厉害 你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警察 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呀 你傻呀 你死了我怎么活呀 在你心里我有那么重要吗 你记不记得以前 你在英国上学的时候 咱俩不是每天晚上打电话吗 嗯 我这边是半夜 你那边是早晨 嗯 那时候咱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呀 我不能把你弄丢了 这次就差点把你弄丢了 不过这次 我也没白死 我妈答应咱俩的事了 别胡了 真的 你妈 答应你嫁给我了 真的呀 疼眼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倒插门 让我倒插门 倒插门 嗯 让我倒插门 不就是个形式吗 关键是我妈同意了 咱俩能在一块儿了 怎么能让我倒插门呢 你不知道这个倒插门在我们那儿 意味着什么呀 什么呀 那不就是男的住到你们家里去吗 我们家房子那么多 你倒不倒插门也得住哪儿啊 你怎么了 我 我这次回去是因为我妈腰扭了 所以我走得急我就没跟你说 我这次回去啊 我发现她老了不少 我妈这辈子为了我什么都能豁出去 我妈这辈子为了我什么都能豁出去 你说我上大学 她给我借钱 是 相里相亲的都接近我们 可是咱们还有债没还什么 我呢 我就光发了一个誓 我说我一定让我妈这辈子过得好 我让她想儿子的服务 问题是我大学毕业了 我让她想着服务的吗 没有 然后我倒插门 我不说我倒插门之后 村里边怎么说我啊 我就说我能让老太太一个人孤孤单单 在农村待着吗 对啊 我得跟我妈好好谈谈 你这情况太特殊了 不过我相信我妈能理解的 我不理解 怎么又这么说话呀 人家有妈要养的 人家有妈要养 你就没有爸爸要照顾啊 周慧啊 我说一句话 你别不爱听 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从头到脚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 你说他自卑不说还挺要面子 怎么了 他到我们家里来倒插门 他觉得吃亏了是不是 他越是这样我就越瞧不起他 妈 您一口一个农村人 农村人城里人干嘛非区别开吗 这是世事明摆着的吗 尽管现在城乡的差距在一步一步地缩短 但是有一点你我是无法改变的 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观 一旦这个价值观形成了 那他对待感情的方法是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啊 比如就说你烦 你现在为了死心塌地的跟他好 你可以跟我翻脸 你可以为他去死 他为你们的感情他做了些什么 如果他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他不应该在乎什么倒插门不倒插门的吧 倒插门不过是婚姻上的一种形式 像你这种爱情至上的人 你不会在乎什么形式不行式的 他就不同 他拒绝了 这就是你跟他完全不同的地方 仲慧 集中精力 熟悉业务 接管好公司 我那么早接公司您干吗去啊 您着什么急嘛 我见不得你一天到晚 无所事事的样子 我忙得很 忙着给您找大插门女婿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算你干了一件真净事 但是我告诉你 你想要跟他好 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到我们家里来倒插门 如果同意 我马上让你们结婚 否则其他一切都免贪 我这么年轻 我不想那么早结婚 你不想跟他结婚 你跟他在一起干嘛 你不讲理 我怎么就又不讲理了 你说你喜欢这个小子 你们是有真感情的 那好 我不反对 我让你们在一起 不仅如此 我还同意 你们马上生活在一起 怎么不讲理了 你总是有理 我说不过你 但是我的事我想自己做主 不仅如此 卫宏啊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逼他 现在就去结婚呢 我哪里还有那么多时间 跟他好呀 他现在这个年纪啊 过几年结婚也不晚嘛 早晨家立业 早省心 你就不是一个省心的人 但是没到时间 到了时间 我想不省心也不行 韩师傅 你再等我一下吧 好嘞 你可以不起来吃早饭 但是不能不上班 我还没睡醒啊 你要迟到了 我扣你工资 无论是谁 那你开除我吧 这样你我多高兴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迟到了扣工资 不管是谁 阿姨 我能进来跟你说话吗 请进 请进 阿姨请进 杨苏 您坐 您喝什么茶 白水吧 阿姨 阿姨 谢谢 谢谢 我刚去了 你原来的设计员了 直到你已经辞职了 孩子啊 其实做什么事情 都应该深思熟虑 不能一时冲动 再说了 现在你们大学生 找工作多难呢 你做这样的决定 跟你母亲商量过吗 她病了 又好了 那你一定也是认为 这也不是一条 更好的出路 要不然的话 你不会不告诉她的 心里也没底吧 阿姨找我有什么事啊 就是想跟你来谈谈 到我们家里来 倒插门的事 我听忠惠说你不同意 因为我妈妈这边实在是 天忠啊 你所有的理由 忠惠都告诉了我 你是不是认为 到我们家里来倒插门 家人别人会骂你 吃软饭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拒绝 坐 你坐坐坐 其实我想跟你说说 为什么现在结婚 一定是要女方 住到男方家里去 如果现在男方 连一套房子都没有 结婚怎么结 还结不结 我本来想的是 我本来想的是 我是想 就是当 万一结婚了 就把我妈接过去 我们一块儿 在一块儿生活 你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把你妈接出来 跟你一起生活 这个孩子我怎么说你呢 你说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你让你妈看见 还不如不让你妈看见 现在城里的房价这么贵 你说你今天被别人炒犹豫了 明天你自己跳槽自己要开公司 工作这么不稳定 你说 你说你干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挣到一笔钱 买一间房子 当然了我知道 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 都不是你的心里话 你是一个大学生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的观念会这么久 你就认为 你到我们家里来倒插门 让你们一家人脸上无光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怎么不说话呀 我没有 关键陈旧 是我妈救我一个儿子 所以她把所有的这个希望 都放在我身上了 倒插门行不行 我没问题 可是我妈会难过 因为我妈 她就会觉得 说因为我的问题 我没给我儿子 在城里边买个房子 因为我没能耐 我没给我儿子 在城里按个架 让我儿子倒插门 她就会难受 我们村那么多人 又都是相里相亲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 肯定会指着我妈后背就说 说她儿子不孝顺 她没福气 没养个好儿子 我妈什么也不能说 她就得忍 为了我我妈什么都能忍 我为了我妈也什么都能忍 但是我不能让我妈再忍了 她老了 我不想让我妈 我 怎么 你到我家里是到了旧社会啊 说了一连传地忍啊忍啊忍 竟说那些不着调的话 干吗呀你 我刚才我不会 我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就学着说话 要不然你怎么在外边混呢 孩子 孩子 你能不能这么想一想 忠惠都已经为你死过一回了 难道你现在为了她 就牺牲这么一点点个人的名分 你都不愿意吗 再说了你得到的 远远要比你付出的要多呀 当然了 如果你实在不同意 那就 跟忠惠去分手吧 我也就这么一个女儿 忠惠是我们中家产业唯一的一个集成人 所以我女儿的婚姻就必须要建立在我们家庭的最高利益之上 而倒插门 只不过是利益之一 我不是在吓唬你 我说的是实话 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那阿姨 要是忠惠也不同意我倒茶门呢 这就是你的回答 陈怀 快 闭闭闭 快 冬冰冰 走 我手不了 我手不了 小慧啊 你这针还真管用 我刚才连死的心都有了 你的病历我寄到了美国 我的同学 找了他们医院的几个专家 帮助看了一下 这是他们的回复意见 你看看 我这看不懂的 你说吧 我信你们 长话短说 美国方面 建议你到美国复查一次 然后给你研究出一套 专门的治疗方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我根本无法相信 你癌症是可以治愈的 癌症并非不可治愈 美国的条件由于我们 或许可以治愈 你现在自己都在说 或许可以治愈的 盛慧 谢谢你的好意 如果我要治疗的话 那必须要把我家里的事情 安排好 要不然我不会放心的 也可以等你完全治好了病 以后再 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可是 你的病是耽搁不起了 所以我现在必须是 分秒逼真的 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 我那个女儿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但凡她能争取一点 能早一点 把公司从我手里接过去 我倒是可以腾出时间来的 姑娘还小啊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我只能赶鸭子上架 把她赶上去 她倒好 三天大雨 两天晒亡 更可气的是 卫宏 你现在的身体条件 是不允许随便生气动怒的 你必须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不想生气她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越来越不理解我的女儿了 要不是我女儿死心死地的习惯啊 我才不会让这么一个人 来做我的女婿 没想到她当面还给我拿上 她刚进了 拒绝我 她没说出什么理由吗 她那有什么原因 英雄守旧找了一个借口 说她农村有老娘要奉养 这事看来还挺难办的 卫宏 那我们就从她老娘那儿入手 我们可以陪人 先到农村去找她的老娘 做她的工作 给她一笔钱 搞定她呀 你这么好的主意 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明天我就派人去 伯母 你找我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啊 在公司里头没有伯母 只有陈总 哎呀 陈总就是伯母 伯母就是陈总嘛 有什么区别 怎么了 你在哪儿坐在屁股上 一屁股灰 我一件事情想拜托你 把我办件事吧 您还说呢 上回去您家 您差点没把我女朋友搅黄了 我还记着瞅呢 做都做了 你还怕别人说呀 我都要看看 以后哪个倒霉的女孩子 摊上你这么一个少爷 伯母 我没那么不靠谱吧 你还看恐怖片呢 这借我看看呗 你能不能给我放下 我有事托你的 你坐下 能不能帮我去一次田冲家 田冲 姐姐的男朋友啊 我不去 我姐要是知道了 费扒了我的皮 你这个孩子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我是让你去劝田冲他妈 要同意到插门 只要他们同意 他们提什么条件 你都答应 只要你把这个事给我办成了 你姐姐会感激你的 陈总也会感激你的 这事不难啊 就凭他们家那条件 农村 能攀上咱们家 那他妈睡觉还不得乐醒啊 到底去不去啊 那您得怎么不去啊 我想去啊 我去得了吗 你伯父现在那个情况 再说公司这么多事 我走得了吗 虽然你说 你自己是个小孩吧 但是咱们是亲戚啊 你这张嘴多会说呀 长得有喜剧 我来想来想去 还是让你去 那那地儿在哪儿啊 伯母你踢我 你看看 这就是地址 河北啊 离新疆不远了 宝贝 有点常识好不好 离北京不远哪 明天我要出差 你连工作都没有 上哪儿出差呀 那怎么了 我大伯母啊 求我给她办一件事 你大伯母求你办事 对啊 什么事啊 让我去农村 去农村 去农村干什么去啊 干一件大事 行了 就别卖关子了 到底什么事 大伯母让我去 田冲的老家 让他妈同意田冲 到插门 到插门 你说是程伟红 怎么让他妈上去 办这事呢 是啊 他怎么想你一出事一出啊 儿子 妈明天跟你一块儿去啊 又小瞧我 我自己能去的 妈没小瞧你 你一个人去 妈不放心 你们跟老田这些什么关系啊 这么大了人跑这儿来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带你的路就是了 摸了巴塑的干什么呀 管那么多闲事 妈 你这问你同志 脾气这么大呢 我是这个村的村长 按照村里来外人了 还不信我问问呢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有多大的官 这官是不大 不过呀 我要想不让你们见 你还真见不着 这你 对不起啊 村长 真的对不起 我刚才坐车晕车 太难受了 不过你这位女同志啊 我看你呀 不像是晕车 有点像晕脾气 这儿 别 别这儿 这 天冲想我了 村长 您能帮我们 主持公道吗 天冲出啥事了 可出大事了 不是 你早说一遍 快快给我 快走走走快 快别玩 快走 快 来 快走啊 哎呀 你这儿 来来来 快 到了 这儿到了 老哥 嗯 你姐呢 这屋里 别干了 别干了 来起来 家里 大叔 您好 大叔 您好 哎 您好 你们找谁啊 我们找田冲的妈妈 是啊 你们是谁啊 哦 我是中慧的婶子 中慧是谁啊 中慧是田冲的女朋友 是啊 田冲有女朋友了 怎么 你们还不知道呢 嘿 嘿 你说这小子个闷糊 还真干大事啊 哎呦 他正说的都是亲戚啊 就是 就是 这就是田冲的舅舅啊 好好好 您就是舅舅啊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别别看这儿 快快快快 进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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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把坑松大伙走了 咋走啊 走走有事的 那行那马上过来啊 好好好 进屋子 快快快 快里屋里屋里屋 哎 他舅啊 姐 谁来了 哎呀 天大的好事啊 田冲有女朋友啊 哎呀 你说家里人就来了 哎呦 看见您好 对对 来来来 快坐快 请坐 请坐 他就我烧水 老人家好 好好好 快请 快坐 快坐 这给您的 哎呀 你看看 大老远地来 还买这么些东西 哎 就是个见面礼 不过呀 我要在这儿 先恭喜您了 哦 哦 你们家田冲啊 跟我们家侄女 两个人在谈恋爱 现在呀 正在商量着 结婚的事呢 哎呦 那感情好啊 你说田冲这孩子 咋没跟我说呀 连姑娘长什么样 我还没见过呢 呦 您说说现在这年轻人哪 啊 俩人说好啊 马上就能好 说分呢 马上就能分 哎呦 真是 哎呦 对对对 您看 我们出来的匆忙 别忘了带张照片 给您看了 嗨 哎 不急 以后能见着 哎 对 对 大娘 我姐他们家呀 那可是大富之家呀 他们自己家 有大公司 然后啊 家里有大耗子 家里的还有大耗子 不是 大房子 田冲要是和我姐结婚了 那可是一步登天了 我大哥大嫂的意思呢 是想让你们家田冲啊 入赘 就是倒插门 姐我我我多句嘴啊 这 这既是提亲 这亲家为什么不来啊 我伯父坐轮椅 不太方便 我伯母那工资事情太多 走不开 所以我就和我妈过来了 是啊 那 就是看上我们家田冲的这闺女 会不会跟她爸似的也是 当然没有了 那又没别的毛病 您这人怎么说话呢 我姐不瞎不瘸 不聋不哑 你们以为我姐是因为有什么毛病 我刚才找你们家田冲的 我姐找的可漂亮了呢 可你们家田冲啊 是你们家记得大得了 那你照片呢 你总得给我们看看照片吧 那好 我来看看照片 我做什么 我给你看看照片 我 São 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